过去呢是7点半发枪 那这个7点钟发枪呢 也是由于今天的马拉松呢 采取分枪发令的方式 一个要发3枪 7点钟7点20 7点40发3枪 这分枪发令呢 把选手更好的区隔开 保障高水平的运动员 能够更好的去挑战自己的赛事目标 能够更安全的去玩赛 现在7点钟第一枪已经发了 这樱花雨也下起来了 这也是无锡马拉松的一个标志 在起点的一个仪式性的环节 这樱花雨呢 是2017年的无锡马拉松 开始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小巧思 沿用至今 这也是让比赛的发枪环节呢 充满了仪式感 今天这个三枪发令的方式呢 第一枪在7点钟发枪 在队伍最前列的是S区 S区呢是特邀的精英运动员 和国内的锦标赛 巴黎奥运会选拔赛的运动员 那么然后呢有A加区 A区 B区 C区 你想要进入到无锡马拉松 今天的第一枪发枪 7点钟这一枪起跑的话呢 门槛是3小时18分30秒 这是一个门槛 那你想要进入到A加区 就是大众跑者最靠前的这个区呢 门槛是两个小时48分一里 这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确实也充分体现了 无锡马拉松啊 这赛事的极高的竞技水准 由于去年的无锡马拉松呢 在这儿是两个选手 何杰和杨绍辉 双双破了中国男子马拉松 陈锋将近16年的全国记录 所以无锡马拉松的赛事 能够跑出好的成绩 能够刷出PB 又成为了一个标签 所以今年的大量的跑者 来报这个无锡马拉松 今天的无锡马拉松呢 总共是33000个名额 全马是 22000人 半马呢有8000个名额 还有3000个欢乐跑的名额 33000人的参赛的名额呢 和去年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今年的无锡马拉松呢 在报名人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今年报名无锡马拉松的人数 是26万5000多人 这是创造了国内马拉松 报名的记录 所以这么一算 今年无锡马拉松的中签率 只有3%高一点点 真是一签难求啊 大家看今天啊 七点钟发腔的时候 温度是14摄氏度 湿度95% 风速并不快 风力不大 但今天呢 其实相较去年 2023年的无锡马拉松 它这个天气条件 温度略微高了一点点 去年我记得 早上七点半发腔的时候呢 气温只有10度左右 今天七点钟 提前了半个小时发第一枪 是14度左右 你别看这4度的差距 实际上呢 这个对于比赛 整个的影响 还是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挑战高水平 挑战这个好成绩的运动员 这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再加上呢 现在是90%的一个湿度 它偏木 所以这样的天气呢 相较去年 它没有那么友好 所以今天要刷出PB呢 从客观条件上 从天气条件上 比去年要挑战大一点 这个呢 实际上对于大众跑者来讲 也是一个提醒 今天无锡马拉松怎么跑 因为温度比去年要略高一点 去年大家知道 和谐杨绍辉双生在这儿 破了全国的男子纪录 所以呢 无锡马拉松一下子打响了 自己能够刷出PB的这个标牌 那么很多跑者是奔着刷PB来了 那今天如果想在无锡 跑出好的成绩 甚至要挑战个人的PB的话呢 要挑战个人的最好成绩的话呢 在发枪阶段 大众跑者不要跑得太激进 因为今天的温度比去年要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现在大众跑者呢 是从无锡体育中心 前面这个太湖大道出发 这也是无锡马拉松 比较传统的一个发枪的起点 现在是向西行进 大家可以看到粉色号码步呢 是无锡马拉松的全马选手 黄底号码步呢 是半马的选手 蓝色底是欢乐跑 欢乐跑只有3000人的名额 今年这无锡马拉松呢 正好是第十届的赛事 这十年的无锡马拉松 也是一步一个脚印 每年都在扎实的前进 2014年创办第一届 除了在2022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停摆了一届之外 今年正好是第十届 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匠心独运的设计吧 来庆祝无锡马拉松的 第十届这样的一个整数的时间节点 包括今年的奖牌设计 包括今年的很多赛事的主题上 这一会儿我们也会有机会看得到 选手在太湖大道发枪之后呢 几百米就要左转进入到洪桥路 那么无锡马拉松呢 其实关注我们过去几年直播的朋友 肯定非常了解 这赛事呢一方面是保障特别好 跑者的感受体验特别好 而另一方面呢 无锡把他的城市的最好的风光 都几乎融入马拉松的这条赛道了 所以呢也是出了名的人在话中跑 一会儿我们在赛事的前半段 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黎湖和太湖的风光 现在第一枪发枪的跑者呢 都是水平非常高的 我们刚才说了 你要进入到第一枪发令的 这个起跑区间呢 全马的成绩指标 要进入到三小时18分31里 这是水平非常高的运动员 进入A加区发枪是 两小时48分的这个水平一里 才能够进入到A加区 紧跟在S区 就是特邀精英选手和全国的锦标赛 马拉松选拔赛的选手后来发枪 红桥路向前行进一小段之后呢 选手马上再次左转上到中南西路 这项三枪发令的方式呢 也非常的科学 能够让很多的跑者呢 根据自己的最好的成绩 来选择合理的发枪区间 更多的和自己水平相接近的选手 一起来发令 这样呢也是有利于创造好的成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男子领先集团 今天无锡马拉松为了让众多 又这儿发生了一个意外 可能是因为赛道华呀 有一个特邀的境外的选手摔倒了 不知道是不是个兔子啊 一会儿我们看一眼 我们正要说今天呢 无锡马拉松 为了让国内的高水平等员 创造好的成绩 尽可能去更多的冲击 巴黎奥运会的标 也是创造更多的高水平运动员竞争 这样的局面 让赛事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所以邀请了大量的 顶尖的国内外的跑者 国内跑者不用说了 因为本身是全国锦苗赛的第一站 又是巴黎奥运会马拉松选拔赛 在国内的唯一一站 所以国内的高手基本云集 那么境外的特邀的精英选手呢 今天的水平是极高的 我看了一下 男子方面境外精英选手 六个打开206 两小时六分一里的选手有六个 女子方面呢 两小时二十三分一里的选手有三个 这个参赛阵容是相当豪华 男子方面水平最高的女人 来自埃塞尔比亚的选手 格达木 个人最好成绩两小时二十 女男子方面啊 个人最好成绩 肯尼亚的选手 杰尔瓦 两小时五分零一 是这个水平 两小时五分零一的水平 所以今天呢 吴奇马拉松可能还会 有机会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 赛会记录是去年 肯尼亚的选手 昂查理创造了两小时七分十九 刚才摔倒这选手 不是兔子 还好这个摔倒发生的比较早 没到三公里 这个对于整个的选手 尤其是国内这些高水平动员的影响 不是特别大 今年这个参赛阵容啊 我们说一方面让国内选手 去挑战好成绩 另一方面有机会去挑战 吴奇马拉松的赛会记录 这是男子特邀的精英选手的名单 肯尼亚的杰尔瓦 尼古拉斯杰尔瓦 大家看到五号的一选手 两小时五分零一的个人最好水平 这个能力非常强 六个官方兔 精英选手的兔子一共六人 领跑员 女子方面呢 三个两小时二十三分一里的选手 水平最高的女能源来自SWBI的格达木 两小时二十一分二十二 去年的吴奇马拉松呢 是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的一年 除了男子方面合计杨绍辉 双双破了全国记录之外呢 肯尼亚的选手昂查理刷出赛会记录 两小时七分十九 女子方面中选手白莉也是 以吴奇马拉松新的赛会记录 两小时二十六分三十三拿到了冠军 现在选手在3.7公里 这位置在双红路上 和解 他现在呢是和几个兔子 并肩前行 杨绍辉呢是跟着这几个兔子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最顶尖的男子选手齐聚 彭建华也在三个兔子后边 和解的个人最小成绩 两小时七分三十 就是去年在吴奇马拉松创造的 他呢在去年的冬天 是在肯尼亚进行了冬训 这个冬训周期的效果应该不错 上我的福地 真的是我的福地 一下这个飞机 因为这次也是从外庭回来 一下飞机 到达这边地方的时候 特别的备杆经济 就是说没有对手的话 那我的成绩可能是会进步 那么记录被再次打破 那就证明我们中国的马拉松 那现在已经越来越主向了 这个更大的舞台了 那现在就是 那对于我而言 那更强大的对手 那就能更塑造 更强大的我自己 那我也就是在这种 鞭策下继续努力 那把自己的成绩 再沉下心来 为我们这个马拉松 再做一定的贡献 和杰说得非常的恳切 因为去年他和杨少辉 在无锡双双破了全国纪录 他这两小时7分30 杨少辉这两小时7分49 比他慢了19秒钟 但是也破了原来的 男子的全国纪录 但杨少辉在去年年底 12月份的时候 在日本的福岗 又刷出了新的 中国男子马拉松的国家纪录 来到两小时7分09 所以现在和杰已经不拥有 中国男子的马拉松的国家纪录 但是他说的也很对 就是现代中国男子马拉松 这种竞争的水平越来越高 尤其这几年稳步前行 稳步地提升 充分显示我们现代马拉松的水平 这种大众跑者 大量大众跑者参与 带来整体水平的提升 最后反馈到了 精英跑者的身上 互相之间的竞争 良性的循环 使得水平在不断地提升 放在这边 女子方面今天竞争也非常有看点 一是我们刚才说的 三个能够来到两小时 二三分一里的境外的特邀选手 另外呢 中国女子马拉松互相之间的竞争 在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因为无锡马拉松呢 是今年根据中国田径协会的 巴黎奥运会的选拔办法 无锡马拉松成为今年境内 唯一的一战巴黎奥运会选拔赛 所以对于所有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 希望去巴黎参加奥运会的 最顶尖的国内高手来讲 在无锡跑出好成绩 应该是首选 虽然它不是唯一的途径 但应该是首选 所以今天呢 女子方面参赛之中也非常豪华 最顶尖的选手都来了 那么实际上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因为只有三个能够去 巴黎奥运会的名额 每个国家呢 参加巴黎奥运会马拉松赛 是男女最高各三人 那现在呢 应该是我们都有 男女各有四名选手 都已经达了巴黎奥运会的标 男子标呢是两小时八分十秒 女子标呢是两小时二十六分五十 但是达标并不意味着 你能去巴黎 你们现在已经是男女各四人达标了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队伍 最多男女各三人 参加巴黎奥运会马拉松的争夺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队内的竞争 谁能去 谁被挤出参赛阵容 实际上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赛事 来决定 那么无锡马拉松呢 就是重要的一战 因为它是国内唯一一战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选拔 所以这一战 如果能够跑出好成绩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加分项 这是最重要的 你能够去比巴黎的一个阀马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女子方面呢 像张德顺 这大家非常熟悉 去年在日本鸣鼓 跑出了两小时二十四分零五 这是目前现役的女子选手当中 成绩最好的运动员 她参赛了 那么赛前来看呢 夏宇与李子轩白丽 这些最高水平的 这四个 达标了巴黎奥运会 女子标的这一运动员呢 都报名了无锡马拉松 但是赛前的简路名单来看 夏宇与和李子轩 没有出现在最终的简路名单当中 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天应该是不跑无锡马拉松 这一枪 夏宇与李子轩呢 都是在两周前 刚刚跑完日本的 今年的名鼓马拉松 夏宇与也是在两周前的名鼓 跑到了两小时 25分45 这是达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标 而且根据中国填写 我们刚才说的巴黎奥运会 马拉松的选拔办法来看呢 她要求你必须参加无锡马拉松 或者是2024年的1月1号 今年的1月1号到5月5号期间 由中国填写选派或者批准的境外赛事 然后刷出巴黎奥运会的达标成绩 那这样能去巴黎 那么夏宇与由于两周之前 她参加了满足标准的这个名鼓马拉松 她也刷出了巴黎奥运会的达标成绩 所以实际上夏宇与现在呢 应该在女子进入巴黎奥运会的 参赛阵容当中处在靠前的顺位 那今天她不跑无锡这一枪 也完全可以理解 主要是两周的时间恢复 调整的时间太短了 现在男子领先集团在环湖路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线路图 武器马拉松这条为跑者们津津乐道的线路图 它的自然风光和景致呢 非常密集地集中在前半段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围绕着黎湖来行进的 尤其最快乐的是8到12公里这一段 那么到了赛事的半城马拉松 终点这个位置呢 正好进入到了江南大学 这也是非常漂亮的景致 校园景致是非常秀美的一段 然后到了吴都路 进入比赛的后半城 比赛的后半城呢 主要在无锡的京开区来进行 这是无锡相对现代化的城市风貌 在这集中地展示 在30多公里会来到共湖湖湖湖市地 也会进入到无锡马拉松的体验中心 最后的终点还是在太湖国际博览中心 无锡马拉松呢 还是传统的赛道 它是一个点对点 非必合式的赛道 那么回到7点位置会看到发第二枪 7点20要发第二枪 今天武器马拉斯公里 要进入到7.20发枪的 第二枪的这个起跑序列当中呢 全马成绩要求来到 4小时19分一里 第二枪仍然是在 樱花雨当中起跑 非常有仪式感的一种起跑方式 这枪发的选手 比第一枪要多得多 很多的大众跑者 都在这枪来起跑 五星马拉松呢 今年的全马关门时间 仍然是6小时15分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 相对友好的关门时间 来 无锡跑马拉松 很多跑者 很多大众跑者 一方面是感受无锡这条漂亮的赛道 体验无锡马拉松 最好的赛事保障和服务 另一方面呢 也就是希望挑战个人的PB 最好成绩 所以今天的很多跑者 会奔着PB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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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早在八年前 2016年的时候 胡锡马拉松呢 就非常贴心的 为那些在这儿 能够打开个人最好成绩 刷出PB的选手呢 设计了PB的完赛山 这个实际上也是马拉松 这项运动 本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 就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己 所以希望更多选手呢 在无锡这条赛道上 能够挑战自己 成就自己 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当然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 男子精选手 领先集团当中 发生的那个小意外 有外籍的精英选手摔倒 在场地上滑倒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赛道上滑倒的 一个意外呢 也是提醒 今天所有的大众跑者 赛道某些路段 有些湿滑 尤其在转弯的时候 加减速的时候 互相人流比较密集的时候 要避免意外的发生 要小心一点 这段时间 能为了胡锡马拉松 所做的一切的准备和努力 对于大众跑者来讲 一旦摔倒擦伤 那么这个对于比赛的状态 和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2024无锡马拉松 好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 正在进行的2024无锡马拉松 现在男子领先集团人员 非常非常多 大家可以看到右侧这个小视窗 男子领先集团人员极为密集 应该20多人的一个阵容 这样的一个庞大豪华的阵容 在国内马拉松是非常少见的 比今年无锡马拉松的赛事等级 参赛水平之高 还得赛事吸引力 都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那么第二枪 7.20分发枪的大众跑者 现在还在通过起点位置 第二阵右门 前方的摄像机飞动在分手 对着前方的风格跑者 对哪个高度的 五度胜手 六周年少年 今天实际上也是2024年度 国内城市马拉松赛事的 第一个超级周末 今天除了无锡马拉松之外 还有武汉马拉松 重庆马拉松 都在今天上午来发枪起跑 当然无锡马拉松 因为它本身的这种特殊性 今天的四赛合一 也是今年唯一的一战巴黎奥运会 马拉松选拔的国内赛事 所以应该是参赛阵容含金量最高 最豪华 也是大量大众跑者 最为向往的一战赛事 男子领先集团方面的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黎湖湖畔这个赛段了 他们很快就要来到风光最秀丽的一个赛段 现在今天国内这些跑者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是非常大的看点 尤其男子方面 今天国内的竞争的水平非常高 因为今天这些兔子呢 可能都是照着206这个水平 来领的 来领的 所以今天男子方面 这些国内的顶尖选手怎么去跑 应该是比赛的一个看点 那么像男子的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顺位方面 我们刚才说了四个选手达标 吴向东呢因为是在二月底 就上个月的大阪马拉松 刚刚刷出了两小十八分零四的新的PB 也是达标巴黎 所以按照这个中国田径协会选拔办法 今年1月1号到5月5号这个期间的赛事 成为一个选拔的标的 这样的一个规则来看 吴向东呢 目前在男子的竞争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方面 是处在靠前的顺位了 所以今天他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这是比赛的一个看点 尤其今天男子这些兔子们照着206去领 那你跟不跟 你的能力能不能达得到 跟到什么程度 这都是比赛最大的悬念 我们可以看到在5公里计时点 不到15分钟 14分56秒 杨绍辉和两个兔子 都是14分56的这样的水平 来到5公里计时点 另外在领先集团当中 在左侧我们还可以看到 去年杭州亚运会男子马拉松的亚军 来自朝鲜的选手韩日龙 那也是一场经典的比赛 韩日龙也给中国大量的路爬爱好者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今天发枪之后 他也是果断地跟在男子领先集团当中 紧咬这些特要的高水平的运动员 紧咬这些兔子 男子领先集团已经来到了赛事最漂亮的一个赛段了 这就是离狐赛段 离狐之光 这也是被无锡人亲切地称作百米高喷 这喷泉能够高达百米 这也是离狐的标志性的景观之一 其实也是进入离狐景区的一个重要的路口吧 这儿可以看作是无锡的城市会客厅 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水平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交融 相互支撑 现在选手行进赛道的左侧就是离狐 离狐实际上是太狐 深入无锡的一个内狐 又叫做无礼狐 它的面积是8.6平方公里 相传2500年前 越国的大富范黎 协助越王勾建灭狐之后 功成身退 协西施归隐于离狐 再次泛舟 所以这地方也是得名离狐 那么离狐也是在去年被评为 江苏最美水地标之一 实际上这样的一份荣誉背后 是无锡十多年来 对于水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离狐这实地公园 已经成为了无锡市民和外地游客 来到这儿 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休闲的目的地 而且这个时候的离狐呢 正好是春色满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樱花盛放 一会儿呢选手也会经过圆头竹景区 所谓重要的国内的赏鹰的目的地 最近到无期去赏樱花 趁着春色去赏樱花的游客也非常多 男子领先集团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已经来到10公里的点了 10.5公里以后了 在这儿呢选手们会经过自备饮料的补给站 今天无期马拉松呢仍然是保持着国内最高水准的一个赛事保障和服务水平 19个官方的补给站 然后其中呢有8个是有自备饮料的补给 对于这些特邀的高水平选手 或者是国内的顶尖选手来讲 都会有自备饮料的补给 一共8个站点可以准备自备饮料 大家可以看这个自备饮料站 非常的长这个补给站 而在画面的右侧大家可以看到蓝色底的 这就是无锡著名的樱花步道 很多市民的日常在这儿 剑步走 在这儿慢跑 在樱花步道上踩着地面上的樱花 看着在赛道两旁的樱花 又能够欣赏非常漂亮的离狐风光 是相当惬意的一件事 男子十公里计时点仍然在三分配速以内 两个兔子在29分58 来到十公里计时点杨绍辉紧跟 今天兔子配速就是206的配速 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照着要打开乌西马拉松的赛会记录去跑的 再加上这样豪华的参赛阵容 互相之间激烈的竞争 今天是有机会 去挑战乌西马拉松在去年创造的赛会记录 两小时07分19秒 虽然今天的天气条件 相对去年来讲温度略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今天的豪华参赛阵容 应该是带偿了天气条件带来的挑战 仍然是使得今天比赛有机会去冲击赛会记录 刚才在领先集团当中取水的时候又有全手摔倒 我能感觉像是接近韩荣的这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韩荣摔了一下 因为在画面的靠后的位置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这实际上今天对于领先的男子领先集团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人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由于参赛这种非常豪华 你国内马拉松很少看见这么大的领先集团 到现在10公里以后还有20人左右的领先集团 速度又很快 今天完全是三分配的一个速度 所以这样的配速底下 意外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互相的挤碰 尤其过补给站的时候 互相一挤一撞 和非常有可能发生摔倒的情况 这要格外小心 现在大量的跑者还在经过离狐这个赛道 这应该是女子领先集团来了 这个前半程的环离狐赛道呢 正好是在无锡市的宾湖区的范围内 这儿可以媲美世界一流的湖区 在蜿蜒的108公里的太湖岸线上 其实星罗旗步着像源头主 年华湾 这样的太湖沿岸最优质的旅游资源 像无锡的这个离狐十八湾 开放景区的纯绿地面积 就有6平方公里 这是全国最大的开放式公园景区 所以这种开放的公园景区呢 对于无锡市民来说是非常舒适的 日常的休闲 锻炼 健身 甚至亚马路都可以在这儿完成 在郁郁葱葱的丛林环抱当中 在环湖的这样的一个风光带当中 全是开放的免费的市政公园 很多外地游客去无锡 除了打卡那些重要的 5A 4A景区之外呢 来到离狐边走一走 这开放的免费公园 是最好的旅游区处之一 实际上除了这种漂亮的自然风光呢 离狐盼或者说太湖盼 还有众多的科研院所 亮丽太湖温 活力科创代 是无锡宾湖现在最生动的协证 那么对于离狐来讲呢 近年来更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离狐未来城 已经正式启动建设了 这也将会朝着打造 科 产 城 人 深度融合的 现代化城市新样板的目标来奋进 正在为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事件 注入强劲的动能 南自领监集团 现在来到将近13公里 在选手们行进赛道的右侧 实际上就是源头竹景区 无锡是拥有太湖最美的湖岸线 来无锡游太湖 必去的景点就是源头竹 郭沫尔先生提词 太湖佳绝处毕竟在源头 使得源头竹更加的文明海内外 源头竹是著名的国家的危机景区 山清水秀浑然天成的景致 是太湖风景最精华的所在 所以也被称作是太湖第一名胜 近来去源头竹看樱花 赏太湖的人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太湖的名胜 太湖的景观呢 在无锡应该是重要的城市名片 历代有众多的文人骚客 也是写下了很多关于太湖的诗词 经过粗略的统计吧 现在还存世的就超过三百首以上 是描绘太湖景致的 像唐朝的白居易写过 烟煮云翻处处通 飘然周四 入虚空 这写的就是太湖景致 另外呢 明代的文征明 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他写的太湖 叫做《岛屿纵横一径中》 诗淫盘子尽芙蓉 谁能凶楚三万请 我欲深游七十封 这写的也是太湖 那无锡呢 作为著名的太湖明珠 实际上最鲜明的城市元素就是水 这儿也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室 连续霍平内地移居第一城 那一系列国家级荣誉和显著提升的环境指标 也充分见证了无锡对于环境美 实之不渝的追求和努力 好 我们来到北京时间7点40 现在要发2024无锡马拉松的起跑第三枪了 第三枪发枪 这枪是全半马 水平应该是在四小时18分以外玩赛的水平 四小时19分以外玩赛的水平 半马是一小时58分以外玩赛的水平 都是在这一枪来发枪 另外还有很多没有完赛成绩 没有完赛记录 第一次挑战全马的选手都在这一枪来发枪 包括还有三千人的一个欢乐跑的阵容 也在第三枪来发枪 确实当本届无锡马拉松开放报名的时候呢 短短几天间报名时间 开放报名的短短几天的时间呢 刷出了26万5000多人的一个报名的人数 这的确是让人惊叹 也充分体现了目前国内路跑赛事 城市马拉松赛事极大的热度 当然也体现了无锡马拉松 它这品牌效应 很大的跑者的吸引力 这中签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几啊 3.4左右 中签率之低 确实充分彰显了无锡马拉松的吸引力 正好今年的也是 第十届的无锡马拉松的赛事 整树的一个关口 非常有纪念意义 所以使得比赛的吸引力呢 进一步的提升了 当然对于无锡马拉松 这样的一千篮球的局面来讲 赛事的非常人性化的安排呢 还安排了报名抽签之外 几种的参赛方式 一个是仍然保留了这个慈善的名额 你只要有慈善的捐赠 仍然可以去争夺无锡马拉松的 这种慈善参赛的名额 另外呢 还有二三年度 无锡马拉松的一些报名保留的名额 此外呢还有一个排名直通 排名直通什么意思呢 就是按照性别年龄分组 五岁的年龄区段为一组 比如说三十五岁以下 三十五到三十九这算一个区间 四十到四十四是一个区间 四十五到四十九是一个区间 五岁为一个区间 这样呢分出了八个区间 这个年龄区间 再加上男女的分组 一共十六个区间 这十六个区间呢 每个区间排名前一百的报名选手 获得直通的机会 这就增加了一千六百个 全马直通的名额 这是可以按照排名来直通 另外还有一个成绩直通 就是水平非常高的跑者 你是有机会直通 无锡马拉松的 比如说过去三年 境内的A1类的马拉松赛事 你全马可以三零五之内 完赛 三小五分之内完赛 半马可以在一小时 三十分之内完赛 就可以获得无锡马拉松的直通名额 这是成绩直通 另外呢还有一种直通 叫做参赛次数直通 或者叫报名次数直通 这也算是对于西马的忠诚 忠实爱好者的一种回馈吧 就是过去的九届 此前的九届无锡马拉松 如果你成功报名 七届以上的赛事 你可以获得直通的名额 今天无锡是一个阴天 这个阴天呢一方面的利好 是日照 它相对弱 没有那么强的日照 所以体表的升温呢 没有那么快 但另一方面呢 由于阴天 像江南这种天气 它的湿度非常高 今天无锡的最高气温 按照天气预报来看 在23度左右 所以对于午后 尤其第三枪发枪 7.48枪的跑者来讲 你六小时15分完赛 得将近两点 下午两点来关门了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 你午后的高温高湿 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和考验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无锡马拉松的现场 来关注赛事向前推进的情况 好 我们继续回归比赛现场 现在南四领先集团 已经过了15公里的计时点 仍然保持非常稳定的三分配 今天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参赛阵容 高水平的兔子 会使得比赛朝着两小时 零六分完赛 给成绩去努力 朝鲜选手韩日龙啊 还是非常显眼在人群当中 虽然个子小 但他小得很显眼 所以很清晰你可以看到 他跟在男子领先集团当中 你看到了15公里 16公里马上 男子领先集团还有超过20人呢 中国男子的这些最顶尖的选手 今天也是下定决心 紧咬这些特邀的精英选手 这些两小六分目标努力的兔子 在15公里计时点正好是45分03 这是三分配的一个标准配速 杨少慧始终处在领先极端 靠前的位置 包括和杰 你看都处在领先极端 靠前的位置 和这几个兔子几乎是并驾 齐驱并肩往前跑 现在选手是从高浪溪落 往圆溪道右转 这样的一个转弯路口 这一片正好是长广西湿地 所在的位置 选手们现在行进的赛道 正好是刚刚过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无锡影视基地 这个三国水浒景区 这也是历史文化 影视文化和旅游 完美结合的主题景区 全国首批的 5A级旅游景区之一 每年这儿呢 就这个总台的无锡影视基地 每年会接待200多万名游客 和数十个影视剧组的拍摄 很多知名的影视剧 像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熟悉的 我跟您说说 像1994版的三国演义 1998版的水浒传 都是在无锡影视基地拍的 那么距离这里不远呢 还有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 像我们近年莱尔树 能详的很多的电影 《中国机长》 《长津湖》 《中国医生》 还有工业电影的代表 做像《风神流浪地球》 这样的大片 都有无锡影视的印记 烟雨萌萌的天气 看江南的风光 别有一番韵质 大家可以看到 在赛道一侧的离弧当中 还有水上运动的爱好者 在华龙舟 在华皮艇 实际上无锡的水域资源 如此丰富 自然会开展很多的水上运动 目前全市已经有 各类水上运动场所 37个 为了普及推广水上运动 打造水上赛事城市品牌 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目前已经举办了 无锡水上赛事休闲季 宜兴是全国 动力冲浪板锦标赛 宾湖区中国家庭帆船赛 新湖区博独河 龙舟 皮华艇和蒋板大赛 这一系列水上赛事 充分地彰显了 江南的水乡的特色 三月底四月初春日的无锡呢 的确是非常的美好 除了无锡马拉松一千难球之外 实际上除了马拉松赛事 近期去无锡旅游 取缘土主看樱花也是一票难球 这景区人山人海 都很难挤得进去 吴向东 杨绍辉 彭建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国顶尖的高手 都在领先级端当中 和杰是在画面的相对左侧 这个位置也可以看到 韩荣在他的身后 朝鲜的运动员 也是去年亚运会的亚军 正好是一年前的无锡马拉松 2023年的赛事 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无锡 充分感受到中国的男子马拉松赛事 它的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去年和杰和杨绍会 在这双双突破 陈锋将近16年的国家纪录 也打开了新一波的 男子马拉松水平的井喷时代 到了去年年底 杨绍会在福岡 日本的福岡 又刷出了两小时7分09的 新的国家纪录 那吴向东呢 去年其实比较可惜 几战赛是我印象很深刻 都是摸着两小时十分的门槛 就是打不开 但是今年呢 突然一下子有了更大的进步 吴向东在二月底的大阪 来到两小时8分04 刷出新的PB 到了两小时8分这个水平 而且也是大标巴黎 因为大家水平度很高 我觉得会比去年的 武器马拉松会碰 会撞出更加激烈的火花 也希望更多的观众 来观看我们这一场 就是我们马拉松 国内的马拉松盛宴吧 我相信是一场 非常好看的比赛 我也会在这场比赛 全力以赴了 如今也过了30这个年纪了 我觉得奥运会 对 如果能够代表中国队 去参加巴黎奥运会 我觉得是每个运动员内心 都非常憧憬和渴望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也不例外 我非常希望 非常渴望 能去代表中国队 穿上中国队的队服 去参加奥运会这样一个 世界顶级的赛事 我会去努力争取 吴向东也提到了 今年是刚刚来到 30岁的一个运动员 如果能够在今年 有机会去巴黎参赛 应该是很大的人生收获 当然马拉松这个项目呢 本身他的运动寿命 还是比较长的 很多老将的水平都相当高 像大家很熟悉的饮顺金 几乎是被称作老模 去年参赛频次非常高 这39岁老将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董国健 37岁的选手 都是有很高的水平 董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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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回到赛事当中 来关注女子方面的领先集团 目前的女子方面也是跟着 几个男兔子在领节奏 张德顺还是在女子领先集团当中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 最后的简陆名单呢 由于夏宇宇和李志轩 最终没有简陆 她们退出了无锡马拉松的争夺 所以实际上呢 在女子方面国内选手 水平最高的就是张德顺 作为现役的国内女子选手 成绩最好的运动员 去年名鼓刷出了两小时 24分05的这个水平 张德顺是非常值得期待 而且上个月呢 她刚刚在人寿 破了半城马拉松的 新的国家女子记录 来到了一小时7分55 从目前她的竞技状态来看 应该也是去进入到巴黎 奥运会参赛阵容区的方面 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 男子领先集团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接近江南大学的位置 上这位置应该已经进了校园了 这19公里 加油 加油 对 应该19公里之前 就会进入到江南大学的校园 包括最后的半城 如果是跑半城的选手呢 这个终点也是在江南大学的校园里头 在江南大学的体育场 我在多年之前跑过一次 无锡马拉松的半城 应该当时就是在江南大学 完成自己的比赛 这校园的氛围还是非常的好 在江南大学的学校园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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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的確在江南大學的校園裡頭 作為標竿賽事 無錫馬拉松的賽事氛圍也非常好 很多的無錫市民 會自發地來給選手們加油 也是自己 被馬拉松這樣的運動所感染 同時也是感受 無錫秀美的浮光山色 其實馬拉松跑進大學校園 對於跑者來講是非常獨特的體驗 尤其是對於大眾跑者來講 感受非常好 不管你是跑全馬還是半馬 當然花色跑是沒機會的 到不了這兒 就是跑全半馬都會進入到江南大學 半馬直接在這兒結束 全馬是正好跑到一半經過這兒 江南大學是教育部直屬 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 和雙一流建設高校 這所學校的特色非常的鮮明 被稱作是輕功高等教育名著 江南大學最著名的是 食品科學與工程 還有輕功技術與工程 設計學等學科 其中像食品科學與工程 已經連續五年排名世界第一了 所以國內很多的釀造大師 都是來自於江南大學畢業的 那麼江南大學整個校園 也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驅水流商是一個侵水校園 學校當中的水系密布 有大小橋樑四數餘座 桃紅綠柳窯 青山白鹿飛 江南大學標上就是 長廣西國家勢力公園 自然環境非常好 所以到江南大學讀書的學子呢 確實可以感受這樣的 非常好的自然條件吧 而且學校的交通非常方便 門口就是地鐵站 快速路直通機場高鐵站 大量的大眾跑者是剛剛進入到 這個叫梨湖賽段 這就是長廣西施地公園 是讓它和梨湖是相連的 這個長廣西 江南大學呢 就在這個長廣西施地公園的邊上 甚至長廣西有一部分的水系呢 就直接連通著江南大學的校園裡頭 所以江南大學的學子是非常幸福 自然環境是得天獨厚 而江南大學裡頭有一座橋叫做 曲水橋 江南大學的學生們在畢業的時候呢 一般會在橋上拍畢業照 而連接江南大學的南區和北區 所以從校園裡頭跑過是獨特的賽事體驗 大學生這個給著比賽一加油啊 賽事氣氛變得更加熱烈 對於跑半馬的選手來講呢 正好到了比賽最疲勞的階段 賽事疲勞期 18.5公里之後 進入到了大學校園 學生給你一加油 年輕的荷爾蒙在賽場外頭 一升騰 感覺有了更多的動力去衝刺 北京時間8點 比賽第一槍發槍一小時之後 現在氣溫來到14.5攝氏度 溫度爬升比較緩慢 這是個利好消息 因為今天是陰天 光照不強 升溫慢 這是好事 男子領先集團已經來到21公里了 還是標準三分配 甚至比三分配還要快一點 這5公里 無錫啊 昨天夜夜應該是下了一點小雨 所以比賽發槍的時候 大家看賽道上是有點 濕滑的 比較濕的路面 確實對於大眾跑者來講 一定要格外地小心 20公里的時候正好是一小時整 嚴格的三分配 中國最頂尖的幾個運動員 男子方面都跟著呢 何解楊少輝也不用說了 我們剛才看彭建華也在 應該董國健是不是也在我看 吳向東當然也仍然是在領先集團當中 因為街頭 雙門很忙碌 原本就在用手 剛才是在狸漏 雙門大巨型 首歌 加油 合杰 杨绍辉 吴向东 作为目前中国男子马拉松的三大高手 三大顶尖高手 现在是果断地跟着这些兔子 我们看到桑吉东芝也仍然在领先集团当中 已经跟到半城了 我刚才有看高鹏也在 在领先集团画面靠左的位置 个子相对小的 这是朝鲜选手韩日龙 大量选手还在进入到江南大学的校园当中 正好进入大门 杨绍辉在去年年底12月份 已经把中国男子马拉松的极限推升到了两小时七分 这个水平 这门口 我们也非常的欣喜看到中国马拉松 尤其男子方面这几年扎实地进步 现在能够打开210的选手越来越多 这集团变得越来越庞大 这种竞争力的增强呢 使得我们有更多的底气 去不断地挑战这个国家纪录 不断去刷新目前的一个高度 现在已经来到两小时七分的这个水平线上 是不是有机会来到六字头到206 桑吉东芝也是跟在领先集团当中 这领先集团是严格三分配 这是照着两小时七分以理 就是两小时六分多 完赛的一个配速去设定的 目前看起来 那桑吉东芝呢 相对来讲 它的能力能不能跟得住 包括它后半程会不会掉速度 这还是有一点疑问的 过去它这个成绩 没有能够到两小时十分以理这样的水平 在男子领先集团相对靠后的位置呢 我看到老将董国剑应该也在 董国剑呢 在上个月的大阪马拉松 是跑出了两小时八分十二 这样的新的PB 差两秒就达标巴黎了 非常可惜 所以它应该也是蠢蠢满志 希望经过一跃调整的 在无锡 这一战赛事当中 能够去达标巴黎 能够刷出好的成绩 这一战赛事当中 女子领先集团 目前正在江南大学 这一段赛道里头 目前呢女子领先集团的配速也挺快的 现在的配速水平大概在三分二十左右 应该是三分二十多一点这样的配速吧 如果按照这样的配速水平去挑战完赛的话呢 应该是两小时二十三 二十四这个区间 水平是非常高的 张德顺我们看见了 个人最好成绩去年名鼓 刷出两小二十四分零五 目前中国女子选手 应该是处在最领先的位置 张德顺呢这两年状态非常好 今年一月份在厦门马拉松吧 也是跑出了两小时二十六分五十三 国内女子选手的第一名 今年二月份又刷了一个半马的全国记录新的 所以今年她的状态非常好 跟着外籍的跑 然后看看能跟到多少吧 就尽全力吧 然后看最后就是整个节奏啊 算下来看能不能达得到 PB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就怕后面可能后半层会掉数比较严重 因为这一段时间就是转备的话 后半层就是跑量因为练得少一点嘛 然后我就怕后边上十多公里之后 可能掉数会比较严重 怕跑不下来 但是还是想去操线 张德顺说的非常的实在 就是跟着最顶尖的这些高手 跟着这些兔子去跑 争取去刷PB 他PB两小时二十四分零五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女子领先现在就是按照 两小二十四分这样的区间 在配速再跑 如果跟着这个节奏的话 是有机会去挑战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去打开PB的 当然后半层也是有挑战的 就是你这样的节奏 能不能跟得住 到后半层会不会跑崩 会不会拉抱 这都是问题 现在女子领先集团呢 应该也出了江南大学了 出了江南大学之后呢 比赛的后半程 基本上是在无锡市的经济开发区 就是经开区来进行的 这是无锡这座城市 最具有活力的年轻板块之一 也是无锡这一城两河当中 重要的一河 回到男子领先集团 男子领先集团在24.4公里 在无都路上 今年无锡马拉松呢 是为了让赛事 创造更好的成绩 让选手没有更好的条件 去挑战自己 去充PB 其实对赛道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后半程呢 有一些微调 减少了一些上下坡 让赛道变得更加的友好 包括今年这第一次在无锡马拉松 采取的这个三枪发令的方式 也是尽可能保障选手 去出击好成绩的一个手段 无都路 无都路是一条非常有江南历史风貌 和自然风光的城市道路 这条景观大道叫无都路 大家可以看到是两侧道路中间 加着一条蜿蜒的小河 这个清水景观大里头 有西水小桥山石江南建筑 两路加一河 典型的江南运质的山水画廊 无都无都 其实这条路的名字呢 就非常有历史意愿了 这意思就是无国古都的意思 大家知道无锡呢 就是无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无锡这个城市历史最早的记载 文字记载 实际上就是泰伯奔吾的故事 距今三千一百多年前 在商代的时候 泰伯 他是周部落首领周太王的长子 大家知道周部落就是后来 开创了周朝的嘛 他们是姬姓 所以泰伯呢 就是周太王的长子 因为周太王的第三个儿子 季立他的儿子呢 姬昌这个影视作品 看得多的就熟了啊 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因为周太博认为 姬昌呢有胜锐 所以想让位 这个传位给姬昌的父亲 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季立 那么作为周太王长子的泰伯呢 作为周太王长子的这个 泰伯呢就主动的 退出了王位的争夺 必居美里 就是今天无锡所在的位置 就此呢 开创了无文化 这就是泰伯分为故事 那泰伯呢 当时是把中原先进的 农业生产的科技和文化 带到了当时还没有开化的江南地区 所以呢当地的土著是崇尚泰伯的道义 也非常景仰他的贡献 把他奉为是当地的君主 于是呢就开创了沟吾 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吴国 所以梅里 今天在吴西这个梅里呢 就是最早的吴国都城 这行拍画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江南大学 这主楼和校园当中的水系 完美结合 25公里的即时点是用了75分11秒 仍然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三分配的水平 现在男子领先集团稍微有一些拉开了 大家看看今天的竞争是激烈 到21公里到半程的时候 男子领先集团还有20个人 而且完全是紧密地团在一起 现在到25公里稍微拉开了一点 前后形成了一个纵列 但还是有超过10名选手 处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 我们稍日休息 稍后回到无极马拉松的现场 以保 为七十余之国家运动队 提供安全纯净的饮用水服务 更陪伴生活每刻 以保 中国国家队官方饮用水 世界之美 何而不同 中国的世界的五粮夜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老将董国剑 董国剑非常可惜 上个月的大阪是两小时 8分12 照巴黎奥运会的标 差两秒钟 他现在和高鹏是在一起 到25公里的时候 稍微被领先集团甩开了一点点 他们俩在21公里的时候 在半程的时候 仍然是在领先集团当中 紧跟着这些境外的精英跑者 照着三分配 紧追不舍 所以今天显然呢 董国剑也是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要去挑战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标 两小时8分10秒 董国剑呢 这个东逊是在云南成贡练的 37岁的老将 他在成贡应该是和吴向东一起 在云南练的 今天武器马拉松呢 既是检验也是挑战 是最好的一个去冲击巴黎奥运会 大标门槛的机会 这是黎狐畔的无锡大剧院 无锡大剧院的边呢 就是黎狐大桥 很多的朋友呢 现在去无锡 去源头主打卡 除了看银花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打卡内容 就是喂海鸥 这西伯利亚越东来的海鸥 会在无锡 这个冬天会出现 那么实际上呢 如果源头主人太多 或者海鸥 这个看不见的话呢 你可以来到无锡大圈这个位置 或者无锡大圈对面 就黎狐大圈对面 摩天伦 这位置呢 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海鸥的 西伯利亚的红嘴鸥 现在是在冬天去游览无锡 一个重要的标志景观 我们来到女子领先方面 到了24公里张德顺 紧跟着两个兔子 她今天的目标 从她自己的表达当中 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 就是冲击PB 冲击个人最好成绩 两小时24分05 那么赛前这简路名单 夏玉和李芷萱 没有参加今天的无锡马拉松 使得女子方面的竞争呢 少了一点点看点 我们刚才说的黎狐大桥 现在就出现了 黎狐大桥的一侧是无锡大军 翻过黎狐大桥到湖的对侧 在这儿呢 就有一片清水的景观带 也是黎狐的开放公园 在这儿就可以喂 这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 27.7公里 现在男子领先的选手呢 正在经过无锡的金融街区 各大银行 各个金融机构 无锡分行的总部呢 都会坐落于此 那无锡也是一座 现代化的工商名城 正在积极打造金融和产业 深度融合的典范城市 用金融活水来滋养和灌溉 实体经济 像我们看男子领先方面 应该是杨绍辉和和杰 紧咬着两个兔子 就是紧跟 现在非常坚决 看看到30公里的计时点 要知道30公里 仍然能够保持三分配的话 今天男子方面中选手的成绩 可能又有新的惊喜 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三分配 这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好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赛道边上大家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这樱花也是随处可见 虽然源头主是著名的赏樱帝 但其实在春日的无锡呢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樱花 男子追逐选手朝鲜运动员韩日荣应该是在男子追逐当中 桑吉东芝和他在一起 他们距离领先的拳手差300米 桑吉东今天这个配速很快 目前这个配速水平是超过他的PP 超过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的 吴向东掉到了他的后边 韩日荣现在推进的节奏感非常强 好 男子女 这领先计团当中呢 现在有一个分化了 有个境外的精英跑者 开始突出重围 独自领先 到了29公里附近 何解阳 少辉 没有跟他 保持自己的节奏 29公里的位置 到了无锡的市民中心 是无锡市的政务服务中心 无锡这座城市呢 不禁有非常秀美的自然景观 我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同时呢 经济也是非常有活力 在过去这一年 2023年 无锡市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 是超过15000亿 同比增长6% 人均GDP超过了20万元 连续四年 居全国大中城市的人均GDP的首位 全市呢 也是布局了10个千亿产业集群 其中呢 物联网 生物医药 高端纺织 这三个先进制造业集群 入选了国家队 在画面右侧 我们看到在半城马拉松的终点 现在应该半马的选手要冲线了 这在江南大学里头 而男子方面呢 现在正在产生一些变化 领先集团当中 由选手突出成为独自领跑 和解杨绍辉呢 没有选择跟 仍然保持自己的节奏 但和解杨绍辉现在这个三分配的节奏 真是保持得相当好 极为稳定 现在领先的应该是 阿斯科比亚的选手 塔都德梅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塔都德梅 他的个人最小成绩 两小时五分三十八 在二十八公里的时候 他开始突出重围 独自领先 阿斯科比亚 比赛已经来到三十公里了 男子领先集团已经过了三十公里 这比赛到了最后的十二公里 非常有看点的角逐阶段 这儿呢会产生很多的变化 按照目前男子领先集团的竞争局面来看 今天的无锡马拉松 有机会再次去挑战赛会记录 去年创造的两小时七分十九的 男子赛会记录 有机会被打开 男子领先阶段当中 现在阿斯科比亚选手德梅 是突出重围独自领跑 他落开了后面的选手 有大概一百米的距离 我们一会重点关注一下 到三十公里计时点 这配速水平 德梅现在抄起的是自备补给 这自备补给站是非常长 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画面当中 这自备补给站 因为今天无锡马拉松四赛合一 赛事规格非常高 所以自备补给呢 作为赛事服务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对于专业跑者 精选手的保障的重要部分 自备补给站极长 这避免拿混拿错 因为这些特谣选手呢 他这个自备补给在比赛的 头一天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要交给作业会 和作业会帮你放到 这个赛事的自备补给点 我们刚才说了 有八个自备补给站的点位 那么每一个自备补给站点位 大家可以看 按照数字标 从一号标到五十多号 这每张桌子彼此拉开 你要记住你的自备补给 在几号 去找对应的自己 自备的补给饮料 前后拉开可能没有到一百米 也就是五六十米 现在德梅和后边的 和谐阳绍辉 拉开了五十米左右 三十点八 这儿到了寻堂古镇了 选手们穿行的这一段 实际上是上贤河师地公园 那么师地公园当中有一部分 很古朴的建筑 就是寻堂古镇 这寻堂古镇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 春秋战国时期 著名的吴国大副吴子旭 在吴西的南部 开挖了三条恒河 元堂 寻堂 梁堂 作为抵御越国的屏障 因为当时吴越争风 吴越争霸 吴西呢实际上是吴越争霸的 前线所在的位置之一 那么三条恒河元堂 寻堂 梁堂 这三面环水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寻堂古镇 就是寻堂镇 这个古镇呢 在旧时是百业兴旺 货物交易人员集散的药地 还是收购加工残检的中心 今天的古镇仍然是青砖带娃 雕梁木洞的传统风貌 保持得非常好 同时呢也是高度融合了物联网的科技 其实到吴西这座城市呢 除了去看太湖 看梨湖 非常美好的自然景致之外 还有很多的人文景观 比如吴西的江南园林 这样说起江南园林 大家首先想到可能是苏州 但是在园林当中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明代园林看苏州 清代园林看扬州 民国园林看吴西 吴西的像梅园 梨园 当然更重要的是季畅园 这都是江南园林的代表 男子30公里计时点的计时成绩 在90分钟以里 1分29秒40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男子领先集团发生了分化 就是因为在20公里之后 到30公里这个区间 领先集团有加速 你看现在到30公里 计时点的时候啊 这平均配速算下来不到3分 那今天这么跑是肯定要开赛会记录了 男子方面 现在和解杨绍辉是跟着水平非常高的肯尼亚的选手 杰尔瓦 杰尔瓦是两小时5分01的个人最好成绩 现在他等于是和和解杨绍辉在一起 他刚才这个手势示意让和解杨绍辉往前去领一领 其实马拉松当中呢 这种顶尖高手之间的过招很有意思 它是竞争合作的关系 相辅相成 有的时候竞争 有的时候合作 人多的时候 或者形成集团的时候呢 要互相领跑 这是一种合作关系 但关键时刻呢 又是个体之间的竞争 所以这是一种博弈 这就是上贤河施力公园 在这一片施力公园当中啊 很多的新的工程项目 比如说无锡新的美术馆 那无锡呢 作为江南人文汇翠之地 它是中国著名的书画之乡和艺术摇篮 上无锡历史上出过很多的书画大家 比如说顾凯之 比如 尼赞尼云林 后边的徐悲鸿吴冠中 这些书画史上的代表性的大家 都是来自于无锡 那除了无锡美术馆之外呢 在上贤河施地公园 还会有无锡市的文化艺术中心 无锡交响音乐厅 这些新的文化地标 也在加速建设当中 大中跑者没有那么快的比赛的配速 没有那么紧张的节奏 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挑战和自我超越 当然也可以充分地享受无锡马拉松 带给他们的赛道体验 非常美好的赛道和城市的风光 同时也有最顶尖的赛事服务 出 liberties了 敲开 idores 如果 添誓 至今 添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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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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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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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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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